公费流感疫苗又出包 昨天传出了公费的国光流感疫苗出现异常 高雄大辽区的一间诊所通报 在疫苗当中竟然发现有半透明的塑胶片 这批疫苗已经有四万八千多剂 配送到九个地方政府的卫生局 已经接种大约二点五万剂 而剩下还没有使用的疫苗 机关署已经紧急停用送宴 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半透明的塑胶片 就出现在密封的针筒中 这是国内药厂国光所生产的批号 FKAE1802幼儿剂型流感疫苗 在上周六被高雄某诊所发现有白色悬浮物 机关署接获通报后 已经通知停止使用 并回收该批号的疫苗 机关署表示该批号流感疫苗为零点二五 莫剂型 共计验收八万两千多剂 其中四万八千多剂 已经配送到九个地方政府卫生局 而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两个厂牌 分别是国光与赛诺飞 自飞四架流感疫苗则除了国光赛诺飞外 还有葛兰素史克 没想到这个月十五号才开打的公费流感疫苗 不仅一剂由赛诺飞生产的巴斯德流感疫苗颜色异常 现在就连国光三架流感疫苗也出包 预计检验报告三天内会出炉 面对流感疫苗接连出问题 台湾疫苗推动协会表示 流感疫苗制作过程相当严谨 但注射器针头等器材有约百万分之一的瑕疵风险 可能是注射器材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瑕疵所致 由于第一时间卫生单位清查同批号的疫苗 都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初步研判应该是单一事件 记者为吴家宝推报道